你好,我是杰宜,欢迎来到静谋档案 山西大同市一则订婚案激起了罕见的愚嫩海啸 当第一名男子在订婚宴后,与自己的未婚妻发生关系 三天之后,居然被女方家属以侵犯罪报警扣押 并且提出索赔,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高成本的先人跳 有人则认为这是一起高级诈骗案 然而更多的网友要求留言该男子请一先生赴死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秦先生赴死事件 2023年5月4日夜晚 27岁的男子小珍带着喜悦来到公司加班 三天前呢,他刚刚订完婚 在后晚回门酒后,便带着自己的未婚妻来到了两人的婚房 这座幸福的小物,没有其他亲属 只有他们两个,隆情密一响 一对男女便情不自禁搂在了一起 床外又是一片蝉鸣 小珍夹着班,回想起那一天的甜美 他手上干活更有动力 第二天一早,夹完班的小珍有些劳累 但想起未来甜美的日子,瞬间又动力满满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紧密身穿制服的警员找到了他 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小珍被告知 原来他未婚妻一家,竟然告了他侵犯罪 自己可能即将面临最第三年,最高死刑的审判 小珍这一下彻底蒙圈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三个月前 两人初次认识说起 2023年2月的某一天 山西大同阳高显 婚姻介绍所内,27岁的小珍和24岁的小刘初次见面 他们的目光在这间昏暗的房间里相遇 就像两颗星辰在夜空中点亮 小珍温文尔雅,带着一股舒卷气 而小刘则清春活力,明媚动人 他们立刻被彼此吸引 当下就决定开始一段念情 男子小珍27岁了,到了失婚年龄 各方面条件也还不错 男子家中,父母经营着养猪厂,家里饮食 自己也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但因为人比较老实,工作又太忙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小珍的母亲也很着急 四处托人给她介绍对象 很快通过当地婚介所 她认识了一个叫小刘的女孩 小刘24岁,身材高挑,长发皮肩 两人一见面就感觉特别投缘 这两人都出生在本地 生活习惯,成长环境都大致相同 而且两人的工作都很不错 双方家长都很满意 两人认识之后便迅速坠入爱河 这三个月的恋爱和大多恋人一样 浪漫,新鲜而甜蜜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很快便商量起结婚事宜 可这时女方小刘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支付20万的彩礼 并且在婚房产权证上加上她的名字 小珍是独身子 婚房是傅某全款买的 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之家 但在这个三线城市也算得上是中产结级 而且小珍的傅某对小刘都很满意 就同意了这个要求 于是两人在这几个月里 感情突飞猛进 很快就着手订婚了 2023年5月1日 在订婚酒宴上 小珍家很爽快地给了小刘家 十万元的彩礼钱 余下的十万彩礼 以及结婚钻戒等 在正式迎娶的时候交给女方 并且双方还签订了协议 协议上还约定好了 双方结婚一年后 房产证上就加上小刘的名字 谈这些事都是筹划说的前头 就是为了谈前不上感情 等到双方都协商一致后 两边亲属也开始推杯换盏 交流起感情 在这两人的订婚宴上 双方都请了很多亲戚朋友 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笑容 在5月2日 女方办了一场回门宴 这是当地情侣旭的风俗 或许是今天的氛围太过合适了 或许是大家都在默默祝福着这对新人 大家喝得十分尽兴 订婚宴结束后 亲友们逐渐散去 这对新人却意犹未尽 想趁着这习气 去两人的婚房看看 此时两人都有些微醺 昏暗的灯光下 小刘精致的五官十分迷人 可能由于刚刚喝了酒 脸蛋红扑扑的十分可爱 再加上醉酒后 很容易让两人产生情愫 按捺不住的小镇 伸手揽住了小刘的腰 两人就这样拥抱在了一起 在电梯这个密闭的空间 他们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丁得一声催响 电梯门打开了 两人来到婚房 这是一套九十多平米的商品房 也是两人未来的小家 小镇牵着小刘的手 走进了房间 顺手便反锁了门 不知过了多久 两个年轻人 红扑扑着脸 回到了各自的家中 然后就在两人回家后不久 情况就急转直下 5月2日下午 女房小刘的母亲 得知了两人已经在婚房内 没买票先上车 瞬间暴怒 她把小镇叫到车上谈话 准丈母娘跟准女婿谈话 居然还拿着手机录音 准丈母娘非常严肃地给小镇说 回去跟你家人商量一下 你们不该发生的也发生了 该结婚发生的你提前也得到了 你就是要说话算数 把结婚证凝乱 房本加上名字 卖完下一批猪 就把后面的彩礼拿过来 小镇一时心慌 感觉这个事情 要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 小镇的母亲觉得 这样的要求很没有道理 当初娘房是签下协议 结婚满一年加名字的 万一现在写了女方的名 再提出离婚 房子岂不是要让她分走一半 到时候人才两空可怎么办 两家多次沟通 都没有达成共识 在此期间 丈母娘还跟准女婿谈话 怒下了印 小镇母亲怀疑丈母娘 故意引导 让儿子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 在商讨期间 女方小刘母亲 不停地督促问小镇 商量好了没有 小镇一方面 出于不想和长辈 发生语言冲突 一方面心神已乱 不论对方说什么 都回答嗯 是的 女方小刘母亲问道 你们订婚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 小镇说嗯 是的 他说那你侵犯我们家闺女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 小镇也说嗯 是的 5月4日 男子小镇赶回公司去加班 为了未来 他要更加努力 这个男人的生活很简单 愿望也很简单 稳定的工作 温馨的家庭 一个温柔美丽的老婆 仅此熬饮 然后就在第二天 5号下午 小镇就被杨高县 公安局带走拘留 罪名是涉嫌侵犯 而报案的就是他的准账母粮一家 这样案件一出 当地立刻炸开了锅 小镇在村里出了名的脾气好 当地村委会也盖章出去证明 证实小镇品格良好 之前从来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当地村民106人 纷纷签名 也担保小镇的品行 然而另外一边 报案的女方家长有录音证据 还有受害者口供 构成侵犯的证据确凿 这样的双方材料 一起交给当地办案的警方 如同一块烫手山芋 一时间让人难以判断 毕竟这样的奇葩案件 却是闻所未闻 警方原本想进行调解 如果双方调解成功 就可以不予立案 要知道 侵犯案判刑最低三年起步 最高可以死刑 是公认的刑事重罪 如果双方落上法院 着实难以收场 但经过反复努力 警方调解还是失败了 法律程序启动 双方于6月26日诉讼到法院 这样的案件 难度确实很大 法院这里通知说 8月24号开庭 就在双方你来我往 争执之时 网友也纷纷加入了舆论战局 一开始呢 支持男方和支持女方的观点的 网友各执一词 唇枪舍剑 毫不热闹 有人认为 女方是为了贪图男方财产 而诬陷男方 有人认为 男方是为了逃避责任 而欺骗女方 有人觉得这是一起典型的骗魂案件 有人觉得这是一起典型的侵犯案件 但这样的讨论没有多久 很快一股言论像洪水一样 一干清台了所有讨论 秦先生父子配上太妙 社交平台上 众多网友一边导致支持对男方 按照侵犯案最高标准 直接执行死刑 而更加令人扎实的是 留下这样言论的网友 居然大部分都是男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些网友认为 女方明明就是在敲诈诬告 但现有的法律 就是拿女方没有任何办法 哪怕最积极最乐观的 也仅仅是希望男方 最后因证据不足 无罪释放 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幻想一下 女方家的行为 会涉及敲诈勒索 诬陷而被制裁 这是男方在已经承诺 支付20万彩礼 并且一年后 房产加上女方名字情况下 女方依然不愿意调解 这部分网友为男方抱不平 众多网友表示 建议男子主动赴死 以死明治 并且离世后 自己将捐钱捐物 给男方修庙立位 秦先生赴死 必将名随千古 先生之功德和建立宗庙 素精神 受万事香火惊养 看来这件事 现在已经不是真先生 和准新娘刘小姐 养人之间的事情 秦先生赴死 事件已经上升至 整个社会人心 更糟心的问题 也都被牵扯出来 有网友表示 女方一家在当地 其实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从签协议 到录音 到套话 整个一连串的手段 十分老念 根本不像对待一个 即将进门的女婿 更有网友爆料 女方其实是二婚 上一次离婚 是因为结婚四个月 就企图转移男方家产 被男方抓个现行 但是这样的种种说法 一时之间也难以验证 而人们讨论的核心 也逐渐从双方家庭的背景 转移到了女方 在事后撤销性同意 是否合理这一点上 毕竟在他们两人 出入婚房前后 电梯里的监控 显示十分清明 完全看不出强迫的样子 而两天后 却态度180度抓弯 这样起诉侵犯 是否合理 而中国妇女报的一篇文章 也被顶上了热议的话题 该文章中 过去的同意不是同意 同意可以撤销的观点 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 在侵犯罪中 被告人容易被诬告 无论中外 甚至有网友开起玩笑 说欧美某些动作片中 女主角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说一句 Oh yes 就是为了防止 这里误会的发生 而也有专业的律师 给出意见表示 网友这样的担忧 没有必要 因为正常情况下 女方事后反悔 一般不属于侵犯罪 因为侵犯罪的个人要件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呢 客体要件 即犯罪对象是女性 第二呢 客观要件 客观上必须具有 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使妇女处于不能反抗 不敢反抗的情况 如果女方当时是同意的 是不会构成侵犯罪的 第三呢 主体要件 即犯罪主体 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 第四 主观要件 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并且具有侵犯的目的 专家的话倒是听着条理清晰 但是执行起来 却未必容易 希望法院最终能够给小镇和大众 一个公正的答案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